大家好,现在我们开始来学习怎么样在手机上安装一个TensorFlow Lite一个应用 在这里我们举例了谷歌官网上的一个案例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手机来识别一种花的形状 那么如果大家要去看这个案例,应该怎么来看呢 首先打开TensorFlow.google.cn-light,也就是说我们TensorFlow Lite的官网 然后我们把它往下拖 你在下面可以看到这么一个东西 叫做Build Your First Tencent Flow Lite App 这里有四个东西 那么我们主要学习的是前两行 也就是说TensorFlow for Podes和TensorFlow for Podes 2 Android 那么这两个网页当你打开的时候 这边它主要告诉你了怎么样在我们的手机上构建TensorFlow Lite 它使用了很多步骤 每一个步骤如果是必须的 它就会直接在这里显示 如果有一些步骤是可选的 它这里加了一个Optional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在实验的时候把它忽略掉 那它做完以后的效果呢 我们来看它的第二部分是这么一张图 也就是说我们给手机一张照片 然后呢这个手机就能够告诉你这张照片里面的这个花叫什么名字 和我们以前需要把这张图片传回到服务器端来进行分类不同 在这个案例当中也就说我们主要是通过内置在安卓整个设备当中的一个TensorFlow Lite的Model来完成这么一个识别的工作 所以它显得非常的快 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 我们主要要学习几个部分 首先是我们怎么样来通过Python 也就是说使用TensorFlow来进行一个花的一个识别 然后我们要学习一下怎么样把TensorFlow的Model 可以把它转化成为TensorFlow Lite的Model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怎么在安卓系统上面搭建这么一个小的应用 并且把TensorFlow Lite的Model给它植入进去 好在演示之前有一点需要和大家进行说明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演示是基本上是从第一步骤到最后一步完成 给大家step by step都做了一个展示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涉及到了安卓的一些开发的内容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只是给大家做了一下怎么样把整一个工程导入到安卓系统当中 至于安卓如果您需要去做一些改变怎么样去改 那么不在我们这次课的一个范围当中 第二点要说明的是说因为我演示的是使用了Mac的机器 有些同学使用乌邦图的机器或者使用Windows的机器 那么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稍有不同 但是无论怎么样你看了我们的这个演示以后 你大概能够知道我们怎么样把一个模型压缩在手机里面 并且对它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应用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把TensorFlow Lite的Model 给它生成的这么一个步骤 这个在我们上个小节当中也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 也就是说这里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叫Server端一个叫Client端 在Server端我们主要完成的是一个模型的训练和模型的一个验证 那么在Client端呢我们主要做的就是一个把压缩完的模型给它放放到我们的移动设备当中 并且用它来进行模型的一个识别 那么这里要注意的是说我们通过Server端的话 有几种方式也就是说这里可以用Keras的一个高层的API框架 也可以用自己写的一些框架 也可以用我们已有的 已有的一个就是PB的文件 也就是说我们的Model都可以把它转化成为我们的一个TensorFlow Lite这么一个格式 首先我们来看怎么样使用TensorFlow Lite模型来生成我们的整一个应用 这里呢主要分成两个重大的部件 我们来看这左边这部分叫做Server端 Server端这里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通过TensorFlow的框架来写一个模型 并且把它训练出来 然后呢把这个模型通过Converter把它转成一个Flat Buffer格式的一个TensorFlow Lite的这么一个Model 那么这里去进行模型的一个转化之前呢我们可以来看 它其实支持三种 第一种呢是通过Keras的一个高层阶的模型 那么它生成的是HDF5 或者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Operator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stepstepbystep自己写的一些模型 然后也可以把它保存出来 同时我们也可以用以前别人训练好的模型 比如说你从网上下载下来的 或者呢你是从别人那里拿过来的模型 那么这里主要要拿过来两个文件 一个是PB 一个是Checkpoints 那么通过一些代码也可以把它生成我们所需要的一个TensorFlow Lite的Model 那么当生成好完这一个TFLiteModel以后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安卓的一个Client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Model来进行相关的训练了 这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也就说我们要来下载一个原代码 下载原代码 这里我们给出了一个Github的一个地址 那么在TensorFlow Lite官网上面其实也提供这个地址 我们通过这个地址以后可以把代码从上面下载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好 好,我们打开TenentFlow Lite这么一个叫教材的第一部分setup这里 他主要提到的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get clone这个方法 然后呢把从get hub上面的相关的一个TenentFlow的这个lite的代码把它克隆到本地 然后把它建起来 那么你去做的时候其实就是跑一个命令 然后把相关的代码下载下来 那么如果有些同学网速比较慢 或者下载不下来也没有关系 我已经把相关的也就是说TenentFlow-4-POSE2 这么一个相关所有的项目的内容都已经打包上传到了 我们的作业附件里面 所以说大家可以直接去从上面下载下来 那么也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步骤 下载完成以后 我们假设有一个TenentFlow Lite demo 在这边我们进去以后呢 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一个TenentFlow-4-POSE2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里面主要封成这么几个部分 也就是说它里面是有一些安卓的代码 有一些iOS的代码 还有一些script 那么我们这边用到的主要就是安卓这么一个工程 你先把它下载下来 那么这就表示你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第二步呢 也就是说我们开始要去下载我们训练的一个图片 那么它的命令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敲一下 它是这么一个地址 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了一个download 在TenentFlow.org example image 下面把它这个图片给下载下来 那么下载下来以后呢 它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我给大家看一下 下载完的图片大概是这么一个格式 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个flower photos下面有五个不同的目录 代表五种不同的花 那么这五种不同的花分别是雏菊 蒲公英 玫瑰 向日葵 和郁金香 然后呢 在这个每一个目录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比如说像雏菊这个类别里面 它包含了很多张不一样的图的照片都放在了这里 那么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说整一个下载下来的图片 文件大概是有两百多兆 如果有些同学下载的比较慢 那么你可以使用我上传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包 那么这里面我们对于每一个分类的花朵 我们只挑选了几十张比较少的一个图片 那么这有助于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可以加快它训练的一个步骤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步 第三步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重新训练这个模型 那么重新训练模型使用到的这个文件呢 主要是这里的叫做一个letrain.py 那么这个文件我也把它上传到了我们的一个课件当中 那么大家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以后运行 我这边使用的是一个python3.5的 所以它是一个python3 然后是一个文件的名称 后面是一堆的参数 那么这些参数里面主要说明的是有几个 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边 一个是我们要训练多少的步骤 那么我们这里是500步 然后呢我们的模型要给它输出在哪里 我们也做了一个说明 然后呢我们输出的这个文件呢 主要是分成两类 这边能够看到就是第一类的话 就是我们letrain的gumglove.pb 就是这个文件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label 主要输出是这两个文件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敲一下以后呢它需要的时间 如果你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数据图片来看 它可能需要三四十分钟 如果你是用一个缩小版的 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可以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开始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这个命令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那个目录下面 那看一下这个目录是tf-demo 那么它里面有哪些文件呢 是这些文件 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label.py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跑一下刚才的那个命令 好回车 这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整一个步骤 它首先是要去创建一些buttonet相关的文件 接下来它就会给它进行训练 那么我们这里训练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一共分成了500个步骤 那么通过几个不同的步骤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准确率一直在不断的不断的提高 从百分之七八十开始往往百分之九十左右 开始去进行训练 那么等到这500步训练完以后 它就可以看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么几个文件 这边需要一点时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然后 这边开始给你做了一个输出 它输出到某一个目录下面 好 这样就跑完了 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文件在哪个地方 好 训练完以后呢 我们得到了两个 猫斗 首先呢 是一个雷波斯 那这里面主要展示的是五种不同花的一个名称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格拉夫点PB 主要是保留了 它的一个模型的一个图 和它相关的一个参数 并且这里多了一个文件 叫trainingsumaries 这个文件里面 是我们整一个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日志的输出 我们可以使用tencentboard 然后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呢 就展示成这么一个效果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 可以看到它整一个迭代 500次迭代过程当中 它的整一个精确度的一个状态 我们在这个模型中的写真里呢